曲名環節 曲名環節 請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 老師說是我 從我編劇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最難寫 挑戰度最高的一個劇本 為什麼它挑戰度高 因為它有三個時空的交錯 一不小心你就會把角色混淆了 因為這樣一個故事就是說 譬如說一個戒斑裡面 一個歌仔戒斑的一個故事 有一個孤兒他到這個戒斑來以後 他被收留了 然後在這邊學習 可是呢 在他成長的過程裡面 有一位老工畫師 一直在教導他 跟他講釋迦摩尼佛的故事 怎麼樣的一個 去面對人生的生老病死 怎麼樣去面對人生的挑戰 面對人生的試煉 那他小時候完全都不懂 這些為什麼 要這樣子 人生為什麼是這樣 他完全不了解 等到有一天他在舞台上 演出這齣薩士比亞的奧塞羅的時候 他在一幕一幕的裡面 他去看到 台下跟台上的自己 他去 感受到原來 老工畫師為什麼要 跟他講模擬之童 要跟他講佛陀的故事 他才在台上 頓悟了 那我覺得在這個故事 三個時空裡面 我把它分成點線面 所謂的點就是 把歌仔戒斑當作一個起點 所以在舞台上的奧塞羅 他是一個很完整性的故事的呈現 那這個線呢 就是以歌仔戒斑 去鋪他的線 鋪他整個戲的路線 那整個面是用禪風來 纏述 薩士比亞的奧塞羅 那整個劇本呢 他的完整性是足夠的 而且在裡面呢 我們是真的是 不管在舞台設計上 還有在 燈光的設計上 費了很大的功夫 因為 在舞台上你要呈現一個 歌仔戒斑的台下的場景 跟一個舞台上真正 奧塞羅呈現的場景 必須要做一個結合 而且在燈光的變化上 要把它區分出來 那 在演員的部分呢 我們也是在挑戰 我們在台上 比如說我演的是奧塞羅 我在台上呢 我是一個比較 正直的 然後比較威武的一個將軍 可是在台下我是一個非常自卑的孤兒 你當心 放心 我一定要用我自私了 就用我對你的愛 我相信你 幸福啊 你也沒有救我 我愛你 你也沒有救我 你也沒有救我 可我不是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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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 我愛你 無緣的愛 祈禱恩怡 修到你去 有我相当你交易 我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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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是真人无缘的孤立 我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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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一路 祝將軍福林 天色好明 謝謝各位 感謝 我在天色好明 看我不懂天色 讓你們放哪兒去 音色放棄 阿哥 為甚麼搖聲 感覺叫那個蛤蛤 放心 我答應你要這條搖聲 我一對中要變過 但你 有什麼辦法呢 辦法 公園 夢辦法 上次放棄外落在那裡 搖聲 又有路 絕對陪的藤果 夜配慶樂 後面有聲量出 湊著 靠近為我拚來 一天 吻找一個美人箏 迎賺少天不在乎的心思 像錢放在乎地裡來 黑條路有自比的漢字 只要插一支借土的錢 將所有的錢放在乎地裡 任著無貴的家庭加陰險 我將演到薪惡劍 我們也在適應傳統歌材戲的唱法 跟哲義老師的音樂劇的唱法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也在做不一樣的跨界 不一樣的嘗試 我們很希望說 這不單是歌仔戲的大戲製作 而且是代表我們春天藝術節跨領域 跨越春天的不一樣的藝術概念